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堕落花枝,鬼打墙》 影片讲述了年轻漂亮的女生陶嘉宁被拐卖到山村做媳妇 最终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故事 影片开始,与主角陶嘉宁长得很漂亮 她来到县城与网友吕良见面 见面后才发现原来吕良是个女的 她还是很愉快地和吕良吃了饭 但她不知道的是,吕良其实是一个人贩子 专门拐卖漂亮的女生卖到山村 她已经在陶嘉宁的酒里下了药 镜头一转,陶嘉宁已经躺在了自己老公阿狗家的床上 陶嘉宁醒来,看到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间里,很是惊慌 阿狗告诉她,自己买了它 陶嘉宁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晚上,阿狗娘来到房间给陶嘉宁送饭 阿狗娘的脸上还有一个伤疤 陶嘉宁苦苦地哀求阿狗娘放了自己 阿狗娘当然不会把自己辛苦花钱买来的媳妇放走 无奈,陶嘉宁决定自己逃走 她发现,窗户的栏杆似乎可以拆下 于是,她开始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她表面上装得很乖,每天吃饭 只是不与阿狗说话 晚上就悄悄地用石头挖窗台 希望可以使栏杆松动,自己得以逃脱 另一边,阿狗和阿狗娘还在为陶嘉宁最近乖身的表现高兴 以为她就要归顺了 殊不知,陶嘉宁有自己的计划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夜里,陶嘉宁终于拆下了窗户栏杆逃走了 但是,在这深山老林又是自己不熟悉的地盘 她怎么能逃得掉呢 很快,她就被阿狗给抓了回来 这次可就没有上司的待遇了 愤怒的阿狗把她用链子拴了起来 这时,阿狗娘进来了 她用棍子不断地抽打陶嘉宁,逼她归顺 陶嘉宁还是抵不住棍子 终于说出了,我叫张翠莲 这一刻,她放弃了 陶嘉宁死了,她变成了张翠莲 阿狗这时,直接进来强奸了张翠莲 不久,张翠莲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她彻底收心了 阿狗在她的脸上烫了一个巴拉 不料好景不长,儿子出了意外死掉了 失去儿子的张翠莲整日郁郁寡欢 由于第一次生产时 条件太差,伤害了子宫 她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伤心欲觉得张翠莲已经有些变态 她想当妈妈已经小疯了 她提出,让阿狗和别的女人生下一个孩子 自己来当孩子的娘 她变成了当初的旅粮 用往上聊天的方式骗来了新的乐乐 乐乐来到了阿狗家 张翠莲也像当初阿狗娘关自己一样 把女孩关了起来 阿狗随机抢奸了她 张翠莲告诉她,只要生下孩子就会放她走 此时,张翠莲已经被洗脑了 变成了当初的阿狗娘 乐乐当然不会拘从 她誓死抵抗,自杀了 乐乐死后,张翠莲开始精神恍惚 她渐渐回忆起了所有的一切 她叫陶嘉宁,而不是张翠莲 终于,她拿起斧子砍死了阿狗娘 阿狗和当初骗她来这里的旅粮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电影,小编心里久久不能平息 电影反映出了拐卖妇女的可怕 她的可怕不仅仅体现在 就像片中的陶嘉宁,她一步步的 变成了自己憎恨的人 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摧残 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些犯罪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